此时他已经穿破了两道狙杀线 来到了临近山头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 那几架威力强悍的守成弩 便是被人安置在这里 以尽目的 他不在乎那个人临死前的警讯 前行与暗杀 其实比正面相搏更好体力与精神 所以他决定换一种方式 一阵细密的采雪声 在树林里响了起来 一队弩手紧张地在这周围巡视着 一半的弩手派去追杀范贤 还有一部分正在压制着山谷中的马车 谁也没有想到 范贤竟然能够无声无息地突破两条防线 来到山顶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 范贤从小就学的是 暗杀与防范被暗杀 这种前行者的本能 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 雪在飞 地上宛若凸现一道血线 一个血影从树后闪了过来 借着树上雪花漫天落下之机 画成一道直线冲了过去 好快的速度 这些弩手只觉得眼前一花 便感觉到喉咙一阵冰凉 手中的弩剑 在紧张之中 胡乱地射了出去 多多多多 纵横交错 隐藏风险的弩剑之中 范贤一掠而出 左手的黑色细长匕首 在这些弩手们的咽喉上划过 右手一反 拔出附在背后的那柄长剑 直接斩了过去 左手细柔入微 右手霸道纵横 左方是一道黑色的线条 右手是一团光亮的色团 弩剑纷飞 向着天空四眼射出 射进秘密的雪灵树干里 便在这黑色的线条勾勒下 光亮的色团静染中 一对弩手惨乎连连 纷纷倒闭于地 鲜血乱流 当的一声 范贤右手那把剑 在最后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范贤脚不粘地 急掠而回 站于那人面前三不处 冷冷看着对方 对方双手执刀 虽有些畏惧 却依然强悍地 直视着范贤的眼睛 口中大喊了一声 以通知临近的伙伴 范贤依然不动 冷冷地看着他 然后吐了一个字 多 话音落出 他的黑色匕首 已经射了出去 而他的人 也奇快无比地 跟着这把黑色匕首 射了出去 就像是黑色匕首 身后拖着的影子 不过煞时 范贤便来到了那人身前 黑色匕首也到了那人的面前 被那个多字烧乱心神 那人猛喝一声 双刀下斩 将黑色匕首斩落雪地 范贤怪叫一声 身子往上提起二尺之地 右手手腕一翻 便将常见到悬刺向了那人的空门处 能够活下来 就已经证明了那人的实力 只见他急退三步 双手不弃刀柄 反自一舞 一片刀光闪过 于电光石火间 扛住了范贤的那一剑之势 当得一声脆响 刀断 那人胸口一闷 吐出一口鲜血来 哪里敌得住范贤剑上 附着的霸道真气 但他也成功地 将范贤的那一剑撩了出去 给了自己一个活命的机会 然而 范贤为了保持自己 奇高的速度与身法 竟是连剑也气了 他整个人像个幽灵一样 团身而上 扑入对方的中路 毫无花俏 却又是异常快速稳定的 一掌拍在了对方的胸膛上 他拉树声 那人胸骨寸寸断裂 双眼突出 惨死于雪地之上 范贤回身一掠 自雪地中拾起长剑匕首 脚尖再点雪灵 飘入灵间烧头 如惊鸿一般 不再能见 此番交手 不过啪啪啪三声响 所谓电光石火 便是如此 范贤看着灵下的那三座强弩 也不由心寒 果然 是承拐 他的心里不禁涌现起了 无数的疑惑与不安 只是此时 他的人还在山谷之中被困着 他不可能思考太多东西 形状古旗而又恐怖的承拐 安装在山顶处 下方有木盘与铁书进行控制 上贤的拉索 饥煌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 那一支支巨大的弩箭就摆在旁边 范贤附在雪灵之上 眯眼看着这一幕 不禁想到了自己马车所受到的那股强大冲击 想到了山谷离死的那些人 承拐还在缓慢而稳定地施放 山谷间的马车已经被击碎了两辆 监察院死伤惨重 所以范贤虽然发现了场间有三名欺品之上的高手 但依然没有丝毫犹豫 化作一只白色的大鸟 向着那三座承拐扑了过去 放 承拐旁边明显是指挥者的那人 忽然大声喝道 放的不是承拐 而是忽然之间由林子左下方射出来的密集的箭语 这些狙杀者明显有了准备 而范贤人在半空之中 面对着这铺天盖地的箭语 似乎避无可避 然而所有人紧接着便看到了一个 令他们瞠目结舌的场景 范贤一扯右手 将整个衣服翻了过来 遮住了自己的头脸 而他的人却像一颗石头一样 直接往地面上摔了过去 不是唤气强行扭转身形 而是直接散了体内的真气 让自己如同一片落叶 一颗石头般随着大自然的规律落到地面 看似简单 但这种真气转换间的强大的震荡 足以令世上绝大部分高手经脉寸断 也只有范贤这种先天的怪物 才能使用这种方法 没有人想到范贤能够就这样摔了下来 所以大部分弩箭都射向了天空与林间的金鸟 只有几只弩箭射中了范贤的身体 却被他凭借着监察院为自己特制的官服 于体内强横到了极点的霸道真气挡了下来 但范贤依然感到如遭雷击 一股渗入骨头里的疼痛让他的双眼红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受了内伤 只怕身体表面也已经开始在流血了 他的脚一粘到地面 整个人的身体便倒了下来 像一只雪狐一样 快速无比地沿着雪面滑行 往那三座城弩处飘了过去 母剑射在了他的身后雪地中 匿匿麻麻插着 像是在为他撞行 一把极快的刀迎了过来 范贤手腕一翻 黑色的匕首像是一团黑影般散开 在片刻之间与那把刀对了十四下 十四下叮叮当当地脆响 那名刀客恍然退后 面色一阵清白 明显吃了暗亏 却终于成功地将范贤拦在了身前 范贤眯眼一瞥 知道这名刀客在军中一定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而像这样的高手 在这山顶还有另外两人 而范贤需要的就是时间 所以他退 退到身后来袭者的怀里 反手刁腕 黑色匕首从腋下刺出 身后那人怪叫一声 气刀不用 双掌一合 冒着匕首上的剧毒危险 将范贤那一匕首夹住 只是范贤这一次之力是和其巨大 匕首终于划过了那人的一双肉掌 戳进对方的身体少许 那人狂吓一声 一掌向范贤的后脑拍了下去 范贤不回头 回掌 紧接着 匕首抽出再回 以刀柄击向那人的面部 范贤就像是后脑掌了眼睛一般 刀柄直刺那人的眼窝 那人左掌再出 将范贤的刀柄组在眼前 一寸之地 范贤大拇指一摁 刀柄刺出一截锋利的肩刃 刺穿了那人的手掌 紧接着刺穿了那人的眼球 在北海畔 就连肖恩都吃了范贤这一招的亏 更何况这些军中的强者 那人没有去武液体四溅的眼珠子 惨声狂嚎着 在自知必死之机 却异常强悍地从后抱住了范贤 他的左掌和眼珠上 穿着范贤的匕首 他的右臂紧紧地 扼住了范贤的咽喉 身前那名刀客 也直刀斩了过来 快刀如电 直批范贤的面门 范贤们哼一声 赠的一声 从身后那人的眼窝里 拔出匕首 直接向着身前的刀客 刺了过去 哪里想到 那名刀客竟是不顾自己的生死 抱贺一声 刀势不停 任由范贤的匕首 插入了自己的右胸 看来这些军方的强者 就算拼着自己的性命 也是要将范贤的尸体 留在这离京都 并不遥远的山谷之中 然而范贤刺出去的左臂 还这样直直地伸着 臂前握着匕首 手腕处 有暗弩 饥黄声微微一想 今日用弩剑杀死了 不少范贤属下的那名刀客 赫然发现 自己的双眼一黑 然后一阵剧痛传来 这才知道 自己的眼中插 尽了两根弩剑 两只秀气的黑色小剑 插在那名刀客的双眼中 范贤猛一吐气 带着身后 那名强悍的强者 往前踏了一步 将那名刀客的刀锋错过 用自己的铁尖声 抗住了对方的右手 开拉一声 依旧还是那名刀客的手段了 范贤抬脚 踹了出去 一声闷响 身前的刀客 被这夹杂着怨气 与霸道的一脚踹的倒飞石杖 狠狠砸在了树干之上 覆开长流 毫不凄惨 而此时 那第三个人 也终于杀到了 范贤的脚 却还没有收回来 不过他一直就是在等着人 也不去理会身后 那个紧紧抱住自己的人 右手已然握住了尖头伸出一截的剑柄 吃拉一声响 身后那人双臂齐断 如同梅花绽开迎接风雪 如同小舟与海中搏油 无一丝四顾茫然之剑 范贤冷冷然厉厉然 一剑刺了过去 剑锋轻轻颤抖着 看似柔弱 实则倔强 顾前不顾后 顾左不顾右 盛在一往无前 正是范贤埋箱底的那一剑 也是他正面对敌时最强大的一剑 若不是到了最危险的一刻 他断然不会使出 四顾剑 剑锋穿过那名军中强者的咽喉 将他挑在了雪地的半空中 他双眼突出瞪着范贤 双手无力地瘫软着 一双弯刀落入雪中 那双眼睛似乎在说话 在表达着自己的恐惧与不解 似乎在说 这样的一剑 怎么会来得如此无声无息 变在此时 其变在起 范贤剑挑一人 身后负一人 所立雪地之下 居然又出一人 一个灰色的身影 从雪地里钻了出来 携带着悠悠的气息 手持一把细剑 贴着范贤的后背 刺了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杀手 范贤在雪地里 潜伏杀人无数 但此时面对三名强者的围攻 着实有些心力交瘁 所以根本没有留意到 这片雪地里的异样 便是在这即将获胜的一刻 敌人最后的杀手终于出现了 在这一刻 范贤只来得及往前踏了一步 然后便感到了一丝火辣辣的疼痛 从自己的腰一直传到了后颈处 那把悠悠的一剑 直接刺穿了范贤 可以抵御一般攻击的官服 在他的后背上留了一长到凄惨的伤口 见一未止 冲天而起 划破了范贤细发的束带 一直贴在范贤身后的那人 早已被这一剑震到了雪地中 而范贤的身后 已经换成了那名 在雪地里潜藏许久的刺客 背后受到重创 长发无力地披散在身后 还有那一把马上就要来 取范贤性命的剑 范贤此时的精神体力 已经快要衰竭至极点 根本无法在瞬息之间 调动其体内的霸道真气 他只来得及回头 回眸 散开的乌黑长发甩出 柔弱无力地击打在最后 这名刺客的脸颊上 发落出 一枚细针正扎在那刺客脸颊旁的太阳穴上 细细微微 颤颤抖抖 似乎一阵风都可能将这霉针吹落 然而 那名刺客的身体 却僵了一刹那 对准范贤心脏的那一剑 没有来得及刺出去 范贤平长 砍中刺客的咽喉 刺客后颈 爆出一盆血雨 对准范贤心脏的那一剑 对准范贤心脏的那一剑